這也是今天的震撼彈 言語圈之前的MeToo風波 持續延燒 一人黃紫嬌 那時候爆出來的爭議 不是在四月的時候 被判還起訴嗎 那時候社會上 還有很多人不大能接受 但現在案情大翻轉 一人黃紫嬌 因為被調查出 他持有欺負而笑性影片 所以之前認罪或判還起訴 引起外界質疑後 北檢繼續調查 現在逆轉成 被依照社犯兒童籍 少年性撥褻防治條例等罪起訴 另外同樣是有MeToo爭議的 藝人NONO 之前被七位被害人 提告妨害性自主 士林地檢署 也在今天 將其中六人的案件起訴 NONO被認為 社犯強制性交 強制性交未遂 還有強制猥褻罪 共七件犯罪事實 藝人黃紫嬌 被搜出向創意私房 非法論壇購買上百部的私密影像 其中有七部兒少性影片 因為認罪 日前還起訴兩年引爆輿論 北檢續行偵查 十七號被依法起訴 不只聲線 MeToo風波黃紫嬌 還被搜出持有兒少性影片 監察官員們考量到他沒有前科 又自願將擴案的4TB硬碟交由北檢銷毀 或還起訴 但如今案件大逆轉 被依照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等罪起訴 而去年他在直播 指控大小S姊妹等人受犯毒品罪 也被認定查無不法牽結 還是否認有性潮陷阱的事情嗎 而同樣深陷 MeToo風波藝人 NONO涉嫌的性侵案事檢偵辦後也在同天起訴 NONO在去年被多名女子指控妨礙性自主共有十件 台北地檢署因罪證不足其中三件不起訴 另外由七名女子提購轉由市林地檢署偵辦 十七號貞結 其中六人的案件 檢方依七項的犯罪事實起訴 實際致電NONO電話沒有接通 演藝圈性騷風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只判司法能還給受害者一個公道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